更多有關今天台股的表現 我們馬上透過連線 請資深分析師呂漢威 為大家說明 分析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官方大家好 好 那麼今天台股盤中 一度是衝上了9591.08點 是創下80個月新高 不過當然後來呢 這個馬上就表現 並不這麼理想了 不過我們今天來看 是今天主要撐盤是哪些類股呢 對 其實今天主要撐盤是 蘋果概念股啦 那當然電子股當中 今天表現其實可能就是 因為昨天鴻海公布營收 那營收明顯出現 月增率有出現一個增長 所以市場上面就會認為說 是不是蘋果開始有做一些 下單的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今天排名上 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蘋果相關的概念股 其實今天在電子類股來講 算是比較撐盤 那其次是我們禮拜一 有跟大家提到一些 所謂食品 就是傳產的相關的類股 今天表現來講 也算是比較撐盤 所以整體來看我覺得資金 它可能從之前 有一些移轉到金融類股的身上之後 因為藉由的這個 鴻海的營收公布 也帶動了這個資金 再次回流到蘋果概念股 就是電子股的身上 那還有進入到這個 所謂的第三季的時候 其實因為相對來講 傳產的族群也開始做一些 比較有一些吸睛的效應 所以我想未來盤勢 在下一周 大家除了觀察 這個美國的超級財砲 跟台股的一些聯動性之外 也可以留意看看 瓶蓋股跟傳產股 是不是有一些 相對稱盤的跡象出現 我想這幾個重點 都是投資朋友多加的留意